大家好一起来关心9月21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十一宇兰 921地震23周年 内政部是为了强化民众防震防灾意识 21号在花莲县立体育馆以及国服运动员区 办理了花莲厂 111年度国家防灾日地震避难掩护演练 总统蔡英文协同了中央部会长官 在霍林现场许正位陪同之下前往多处视察 蔡英文致辞的时候表示 感谢花莲县政府动员演练 中央和地方一起努力加快重建家园 而县长许正位则是喊话中央协助重建公共设施 921大地震23周年也是国家防灾日 21日于花莲县立体育馆及国服运动员区 办理花莲厂111年度国家防灾日地震避难掩护演练 花莲县长许正位立委傅昆琪 全程陪同前往多处视察演练情形 总统蔡英文训勉时表示 针对刚发生的918强症 提醒大家天然灾害不可预期 中央和地方将一起努力加快重建家园 恢复民众生活 我们要特别感谢花莲县县政府 这一次动员的历布力 让国家早在日的大会议员店 能够顺利的继续进行 万一上周后发生的地震 后续的重建安置 还有很多步骤要进行 我们中央跟地方会一起努力 加速和加快 让民众的生活找回复正常 刚才县长也特别交代 对于我们这一次的重建 是我们中央政府的全面部和防御 让民众政府一起来努力 对东部地区 也就是发动的救灾救援能量 我们也能持续来强化 徐政委致迟指出 希望部会长官们能重视 花莲地震后的灾损给予协助 也期盼中央能提升消防量能 消防员训练以及特殊权配备 虽然今天是全国防灾日的演习 但是部会长官到花莲 我们还是希望 长官们能够重视花莲的灾损 能够对于花莲各项道路桥梁 以及房舍 还有人民的财产 能够给予全面的协助 希望中央能够对于 宜花东三线 暗卫东台湾的县市 能够给予全力的 无论是消防设施设备的提升 或者是消防员的人员的训练 以及我们的特殊权的配备 感谢今天蔡总统 以及所有各部会 所有的长官能够来获领花莲 花莲是一个好地方 希望大家有空常常来花莲 欢迎大家 蔡英文在徐政卫陪同下视察多处 包含花莲县体育馆的收容 在民演练和医疗安置作业 另外国军与空勤总队 负责人员运输与物资运补补 无大电信业者与军方 也展现灾害时期 自通讯能量 消防署和多个县市 也都派出收集队等成果展示 日前总统 因为没有跟花东县长 及时连线爱轰冷血 21日尽管徐政卫全程参与 但和蔡英文并未有太多互动 记得讲方言 华莲师报导 华莲师报导